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建在判斷一个区有没有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而不少新基建落成都会带动区内的发展 连大附近的楼价都被提高一线 随着政府的城市优化计划逐步扩大 围及的区域也都越来越多 而屯门南就是其中一个 在繁忙时间由屯门南到屯门失跌站 路面车程需要10至15分钟左右 但政府最近拍板落实兴建屯门南条线 这条全场大概2.4公里的沿线 会由失跌屯门站、新移至屯门码头一带 正在屯门泳池及屯门码头附近 新設两个赶跌站 预计最快在2030年起用 到时5分钟车程就可以获返屯门站 而新地的屯门御海湾 就正正在落于屯门泳池站旁边 合共分为两期发展 早前第一期萧情理想 发展商以燃楼形式推出第二期御海湾2 合共涉及406伙 石用面积由255方尺起 互形以一两房为主打 现在立刻和大家先祷为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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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市中心亦有多個大型救物熱點 開車不用十分鐘便可以去到 而且假日消遣選擇亦多羅羅 屯門有六個著名的泳灘 包括黃金海岸和蝴蝶灣等等 吸引了一些喜歡享受生活的人士 進來享受陽光與海灘 或者燒一下食物 而且區裏面還有很多多元化的看體設施 例如屯門公園 屯門騎術學校 高爾夫球中心等等 喜歡閒山的朋友 更加可以去到千島湖 下網方面 樓盤屬於小學71校網 中學就是屯門區 附近更有知名的哈羅香港國際學校 和高等學校 丙南大學和珠海學院 高網記者李朗文報導